其实就是孤枣蛋糕 腿能不能抖成这样我没见过 肚子能抖成这样的 我倒是低头就能看见 首先准备三个咸鸭蛋敲开取出蛋黄 不是做蛋糕吗 为什么要用咸鸭蛋 今天做新口味咸蛋黄芝士孤枣蛋糕 听到这个搭配 我开始有点期待了呢 处理好的咸蛋黄 180度烤5到6分钟 观察到变色了 还没有出油就可以了 烤好的蛋黄压碎 不用太碎 有点蛋黄颗粒可以增加口感 35克的玉米油倒在锅里加热 因为今天做6寸孤枣 所有的材料在8寸的基础上减了半 又减少了一点点糖和油的量 加热到油面有油温 倒在45克的低粉里 把它们搅匀 容器一定要用耐高温的 有些不耐高温的热油一焦就炸了 没关系快过年了 随随平安嘛 搅拌掉顺滑 再加入35克的牛奶 再次搅拌到 这个不会顺滑的 就成这种状态了 分离三个鸡蛋的单精蛋黄 在无水无油无杂质的盆里 这个无水无油 是做蛋糕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也是决定蛋糕失败的第一个点 相当于你买了钻戒布置了场地 收到玫瑰花准备求婚时 突然想起来 你根本没有女朋友 时不失望 分离的蛋白线冷冻在冰箱里 蛋黄加在油面奶的混合物里 搅拌到顺滑又粘稠的状态 因为鸡蛋的大小不同 如果你的面糊有一点稠 可以适当地加入几粒牛奶 这个面糊要看状态 不能看绝对的刻数 加入咸蛋黄碎 给它们搅匀 面糊就搞定了 在打发蛋清之前 把模具里油脂铺好 锅里开始烧一点热水备用 取出蛋清 加入几粒白醋去腥 30克的白糖分三次加入 分别是起鱼眼泡石 泡沫细腻有纹路石和纹路明显石 这个要求并不是那么严格 两次加一次加都可以 打发到抬起来 有小尖角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按照正常的蛋糕步骤 先取三分之一的蛋白霜 和面糊翻拌均匀 之前有留言问我 为什么要取三分之一先拌匀 三分之一是广泛认为 更方便更容易混合的一个比例 其实这个并不是必须的 你也可以取二分之一 也可以面糊直接和蛋白霜混合 拌好的蛋糕糊 再倒回三分之二的蛋白霜里 继续的翻拌均匀 翻拌切记不要画圈 不要画圈 要用刮刀从底部不停的翻上来 一画圈搅拌 就会消泡成一大盆的鸡蛋面糊 这半个小时就白费了 时间机前两耽误的事 咱们别做好吗 拌好的蛋糕糊 倒在模具里等等 不是咸蛋黄芝士蛋糕吗 芝士呢 取两片芝士铺在上面 再盖上一点蛋糕糊 刮冰表面就可以烤了 烤箱期间150度预热 在烤板里倒入一到两厘米高的热水 可以用烤网隔水或者模具包锡纸 放水里的两种方式 150度烤70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取出来震两下 后膜放烤网上放凉 现在就可以开始玩了 整个蛋糕Q弹弹的非常的好玩 其实古岛蛋糕用方形模具做比较好 可以切成长方形的块 我没有用方形模具做 是因为我没有方形模具 用刀切成小块看一下 现在蛋糕是热的 芝士还是融化的状态 蛋糕的侧面能看得出来 咸蛋黄的颗粒 蓬纵度和弹性都没有任何问题 翻开看一看 组织非常的细腻 因为相当于半蒸半烤的方式 所以吃起来蛋糕是入口即化的软嫩 还有咸蛋黄沙沙的绵软 芝士咸香的醇厚 咸蛋黄和芝士赋予了古早蛋糕新的生命力 真的比原味的好吃值得一试 唯一遗憾的就是知识太少了 下次记得多放一点